征服者主炮虽然只能发射三排追醒炮弹 但它胜载攻速非常快 凭借这一特点 对付前期的送分小飞机也是非常轻松 升级可以提升主炮的子弹数量 现在一次发射五台弹幕 是不是就厉害多了 无论是小飞机还是大飞机都根本跑不了 而且它的伤害同样不容小觑 就算面对源源不断出现的巨型战斗机 也能游刃有余地将它们全部歼灭 但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因为满级后的武器还可以进化成超级武器 超级征服者主炮可以大幅度提升主炮的子弹数量 现在赤红色的锥形火神炮已经可以覆盖三分之一张地图 密集且高速的火神炮轻易即可横扫场上所有敌人 而且它还新增一个自由切换形态的技能 可以切换成集中射击形态 此时赤红色的火神炮会高度浓缩成两台湛蓝色的锥形炮弹 与此同时伤害会得到大幅度提升 就算是敌人的巨型歼灭剂 也是根本抵挡不住 拥有这个技能后的我们就具备更多的攻击手段 面对海量的敌人时就切换成散射形态 面对精英敌机的时候就切换集中射击形态 单点突破 简直是一件富含战略性的全能武器 凭借这个超级武器 我们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无论是什么样的敌人都能轻松解决 你们觉得这件武器强吗 喜欢的小伙伴赶紧去试试 alert alert